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知见 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催泪短片 没有宇宙 我们无法生存 宇航员基地里 为数不多的候选者正在紧张地进行训练 每天就是在做俯卧撑 跑步机 仰卧起坐 游泳里度过 他们之中有一对非常优秀的好兄弟 1203和1204 各项数据都完美地超过了其他的候选人 两兄弟总是会在枯燥的训练之余找些乐子 一边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离起飞的日子越来越近 他们就连睡觉之前也不忘进行训练 甚至将这当作一种放松的快乐 想象自己是在宇宙中遨游 太过投入的结果就是撞上了天花板 两个人立马老老实实地灌动睡觉 工作人员闻声赶来 只看见天花板上一个巨大的人形裂缝 还在往下掉碎石 做好相关的记录后便请人来维修 而宇航员们在第二天继续紧锣密鼓的训练 很多人都在大摆锤环节顶不住了 但是两兄弟却能完美的保持平衡走出来 甚至还能小跑 原来是两个人都赶着去厕所兔 他们总是会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 看那本已经被他们翻烂的书 没有宇宙我们无法生存 即便内容已经看到能倒背如流 这本书似乎是支撑他们的信仰 让他们在这个宇宙中不再孤单 很快就到了要等上太空的日子 宇航员的名额也就在这一天诞生 毫无例外的兄弟俩就是飞天人选 但其中一个是作为备旋宇航员留在地面的 众人都兴奋的为他们鼓掌 庆祝这一隆重的时刻 两个人也终于都穿着梦想的航天服 拍下了一张合照 在临行前 1204将他们的信仰之书交给了1203 又像是一个护身符 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 点火启动 1203成功的进入了太空 但屏幕却突然闪烁着 彻底失去了和地面的联系 从监测到的太空景象来看 只剩下那本漂浮着的惨缺的信仰之书 然后地面就彻底失去了所有信号 1203不幸于难 名字也从名单上被划掉 1204疯狂的冲向控制台 想要让好兄弟回来 却被工作人员阻止 拉回了房间 他就这样 站着一动不动 看着手里的合照 那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他们有相同的志愿和梦想 也为了彼此不断的努力达到了这个目标 而如今的结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没有办法接受 看着清洁人员将兄弟的床铺 装进垃圾袋收走 看着一个无趣的人 来代替了兄弟的位置 他用无声的沉默 向命拥抗议着 工作人员没有办法 让他从运航府中出来 只好拿来撬棍 想撬开他的头盔 却也无济于事 他一个人跑到了兄弟起飞的广场上 玩着那个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玩的蹦床游戏 似乎是想跳进无尽的太空 医生们经过扫描发现 他在宇航府里像个孩子一样蜷缩着 他的心理素质表明 他已经不具备当宇航员的资格 于是工作人员来到他的房间 锯开了他的头盔 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兄弟俩的合照 1204本人已经不知去向 直到他们发现 天花板上开始飘雪 1204玩着那个蹦床游戏 传破了屋顶 飘向了有好兄弟存在的太空 只有在那里 他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只有在彼此身边 人生才有了意义 没有宇宙 我们无法生存 可没有你 我也无法生存 喂 听见了吗 我在跟你表白 能不能回应我一下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期见了 我今天下车带来自签的 我们下车带来自签的